香港榮華餅家,首創白檸檸葉餅,百分百香港製造 聲香亂滑,領射不同,各大超市有賊 匆匆人生高低起跌,應該妥善打算,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 由福地、私家花園、雲石寧及殯儀服務 我會揭成協助你每一個步驟,提供適心的服務,助你圓滿人生路 我是CasLab,溫哥華的地產經紀,從事房地產買賣和建屋 我的專長是根據不同客人的需要,為他們量身訂造最適合他們的地產投資組合 如果你和我一樣喜歡溫哥華,而你又有需要,可以打給我 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住家財經 因為Sam不在,所以由Victor來打一擋腳 我們今天的主角仍然無變,還有Joe在 Hello,Victor,你好 Joe今天和我們說什麼呢? 就是想說說MIC,不能再MIHK,我們要變成MIC 影響有多大呢?讓Joe和我們詳盡分析一下 好啊,首先要說說故事先 或者說說來龍去脈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所謂的MIC或者MIHK 說的是香港製造或者中國製造 這件事其實大家知道的了 8月11號呢 這個美國的海關呢 就發了一個通告啦 或者聲明這樣的物體啦 大家可以看到了 畫面上面這個呢 就是展示給大家看的 就是這一張 這一張呢,就在說美國海關那邊呢 就說了 以後在香港去美國的貨物呢 不可以再說MIC IN HONG KONG 而是要說做MIC IN CHINA 那也有說回呢 這個是45天後就會生效啦 那計算一下時間呢 就是9月25號就會正式 就叫做出口去美國呢 就再沒有這個香港製造這件事 那當然啦,一看到這個呢 大家就不停地出來有反應啦 那當然啦,就是可能有些 恃之以備啊,不值一提啊等等 什麼都有的啦 那就是特區政府啦 還有不同的商會啊 出口商會也好,中商會也好 不同的商會,不同的商界 都有就著這件事呢 就發表了一個的意見啦 那當然啦,就是特區政府那邊呢 就特別是強烈譴責啊 或者甚至是尋求WTO這樣去協助 去搞定啊 或者看一下搞不搞定等等 那這件事呢就告訴大家 是美國那邊呢就宣佈 就是根據美國總統特朗普 7月14號簽那個的行政命令 和這個香港自治法案同一天啊 那天呢就是 正式就取消香港那個的特殊地位 那以後呢,香港就不再是這個 這個獨立的地方 或者是獨立的特殊地區啦 就變成了中國沿海的 這個城市的一部份 那大家這個是整個的 共識或者整個的結果啦 好啦,那當然呢 特區政府就會有它的意見 或者有它的聲明 商會都是的啦 那一定是會 就是反對啊,強烈譴責啊 沒有道理啊,癡之以備啊等等啦 那但是呢,其中一件事 大家一定要想呢 就是,哦,究竟那個的數據上面 或者究竟那個的整個影響有多大啦 那我們一定要看一看一些數據的 那第一個呢,就是告訴大家 第一幅圖啦 其實就是可以跟大家說 就是,哦 那這個整個的就是 那這幅呢就是那個地圖來的 那你會見到呢 那數呢就是2017年至2018年的 說的是香港出口去不同地區的那個 就是金額啦 用金額去計算 那它用計算是計算美金的 你會見到呢 香港出口去中國呢 越藍色的地方呢 越藍色的地方呢 就越多的 那你見到去美國呢 其實不是說想像之中那麼多的 那當然啦 去其他地方啊 加拿大啊 或者是有些 英國的地方啊 甚至乎更加非洲啊 那些都不算是很多 那最主要是出口去中國的 那你都給這個 那這個數呢 是2017年18年的那個數來的 那就給一個更新一點 2019年的那個數給大家 就是全球香港出口的金額呢 477億5100萬 那至於出口中國多少呢 最多 那就是206億6200萬 那至於出口美國多少呢 那就是36億7600萬 那一定要搞清楚啊 現在畫面上面看到那個圖呢 是2018年的 就是2019年 就是中國呢 就是206億6200萬 那美國多少呢 是36億7600萬 那佔多少呢 佔整體的出口呢 7.7% 那其他那幾個呢 告訴大家 就是新加坡啊 澳門啊 和越南的 那分別是28億3800萬 佔5.9% 澳門呢 就21億7300萬 和越南呢 20億2600萬 那佔4.6% 和4.2% 那這個數呢 其實是2019年的數來的 那當然啦 也要跟大家講啦 2019年的數呢 大部分呢 都是這個 就是去中國為主的 沒有懸念的了 那但是 就是為了給大家看回 這個大概的數呢 那也都是把它變成一個畫面 那給大家看一個的 2018年 那其實是差不多的 OK 那給大家看2018年 那個出口 究竟香港 特別零零射射射去美國 是佔多少個% 和是佔什麼貨品為主 那這個圖呢 大家會見到啦 那就是講的是2018年的 那就是早一年 比剛才的數 早一年 那麼出口去美國那個數 你會見到呢 出口去美國呢 不是很多的 佔整體呢 那個數呢 其實是3點幾個%的 那這個 我講的是Destination 那就是去美國 那麼 你都看到左邊那裡 其實是告訴大家 大概 有些什麼是出口 去美國為主的 那麼它有一個 box cutting equipment 那就是告訴大家 有些電訊和聲音收錄 那它那個 香港那個統計處那邊說 是電訊和聲音收錄 和重播器具那邊的出口 那你會見到這個呢 其實是類似一些廣播的器材 也都有一些電話啊 或者是通訊設備啊 等等呢 都包在這裡的 那就是告訴大家 那香港 在過去的一段 就是過去一兩年 出口去美國呢 是10%以下 那同時 它最主要呢 是看到它出口一些 叫做廣播的器材為主 那但是你要看回 紫色那部份呢 其實都很多的 就是講著這個珠寶和鑽石 原來呢 在香港呢 出口去美國呢 其實珠寶和鑽石 是佔了幾大比例的 而香港製造呢 在國際上面呢 就是國際上面 香港製造的珠寶和鑽石呢 都是有些名氣的 就是大家會看到 在香港製造的 起碼有個品質上面的保證啦 真偽上面呢 也都有個保證的 那當然啦 去到這裏呢 大家就會看到 似乎都是認為呢 在香港出口去美國那個的 出口量啊 出口的金額啊 甚至乎貨品的種類呢 都似乎不是很多 那我們可以呢 在下一幅圖呢 可以看回更加大的畫面 可以看到了 那再看一看吧 其實如果是的話呢 這一幅圖呢 就給大家看 就是入口的 入口美國多少呢 其實香港那個貨品呢 入口自美國呢 其實是多過出口的 那你見到呢 佔它整體入口的比例呢 去到半成了 5.29% 那入口呢 入口的是什麼呢 你見到很有趣的 又是入口這些廣播器材啦 也都入口一些雜誠電腦 其實為什麼呢 那當然呢 鑽石和珠寶都有的 你見到很有趣的 就是一樣的 出口又是這一堆 入口又是這一堆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香港其中一個呢 就是Made in Hong Kong 或者香港 現在今天呢 多少業務擴展 或者業務範疇呢 就是一些的 就是再加工 或者就是 在其他地方 入口了 然後再加工之後 再轉口 其中一樣東西 鑽石的加工 或者珠寶的加工 在香港呢 是相當之重要 或者相當之出名的 好了 這個是入口喔 那剛才說出口 那我再看一個更加大的畫面 看回全球那個地圖了 那如果全球的地圖呢 那這個呢 就看到一個比較重要的數字 那剛才那個呢 就是一年了 那現在就告訴大家 過去這個 就是2008年 到2018年 那這十年期間呢 香港出口去哪個地方最多 那你也都會看到 香港其實出口去最多的地方 都是中國啊 印度啊 等等的地方 那但是呢 去美國呢 其實不多的 所以有些人會說呢 有些商會也好 商家也好 都會說 其實香港呢 就是出口去美國呢 佔的比例不是很多的 不用怕 不怕 那但是 我們可以看下一幅呢 其實那個 就是如果你看到呢 出口去美國好像不是很多 那但是反過來這幅圖呢 就告訴大家 入口的數字來的 其實入口呢 除了中國最多之外呢 其實美國呢 的貨品呢 過去那十年啦 十年期間呢 入口香港呢 都是多的 那當然呢 那些人就會說 究竟美國入口香港是什麼 是不是也是珠寶啊 是不是有這個廣播器材呢 其實除了珠寶 和廣播器材之外呢 其中更加多的是一些 叫做相對上 就是高科技的產品啦 或者叫做一些的 集成電腦啊 或者精密的零件 等等那些 那所以呢 大家要記住一樣的 就是不是看出口 現在說的這個呢 是被人看到的 就是美國海關 告訴大家 以後香港呢 是不再是 叫做 make in Hong Kong 叫做 make in China 因為它 當你是一個 中國沿海的城市 好了 那這個的重要性呢 就告訴大家 當大家看到呢 無論出口 當然呢 就是香港那幾百億啊 就是好像 2019年呢 說幾十億啦 中間裡面呢 是去美國那個關稅呢 當然要打回那個關稅 以前是不用關稅 那除了這個問題之外呢 其實入口去美國呢 都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當美國視香港是 中國沿海城市的一部分之後呢 它很多敏感的器材 或者敏感的高科技的零件呢 是不會再去香港的 所以告訴大家呢 做 make in Hong Kong 這個問題呢 這件事呢 只不過是一個表證 是告訴大家 美國正正式式 在九月二十五號呢 就不當你是一個 獨立的特殊地區了 而是中國沿海城市之一 好了 講完這些數據呢 大家看到 剛才那幾個圖呢 就告訴大家 那些數據就說 哦 香港去美國不是很多 反而美國來香港多些 重要些 那是不是這麼大影響呢 有些人就說沒有影響 那可以現在正式告訴大家 有幾多影響 或者有幾大影響呢 那先逐個講 那其中一個影響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究竟 就是有沒有其他的國家 是會跟的 那如果有其他國家跟的話呢 其實就是變相是一個 就是幾大規模的 大家一個制裁呢 甚至乎香港那個製造的品牌 會不會從此就抹落 甚至乎沒有了消失桌盡呢 那這個第一點 就是究竟有沒有一些 其他地方就跟美國一樣看齊 就是跟回 哦 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有的東西都一樣了 這個是第一點 好了 那第二點呢 在說什麼呢 第二點呢 你也要看回究竟 有沒有一個企業 因為這個表證 就告訴大家 哦 九月二十五號之後呢 沒有香港這個地方了 那只有中國香港 甚至乎是中國 跟著是河湖香港等等 好了 那我們也可以看回另一個圖 那大家看到呢 這個圖呢 其實說什麼呢 就告訴大家 在一段時間呢 其實過去十年呢 很多不同的新的公司 或者海外的公司 是選擇來香港 是有一些project 其中一些所謂的project 就是說它包括成立一些新的公司 那你會見到呢 這個圖呢 就是投資推廣處裡面的數據來的 你看到呢 過去十年間呢 其實都是有保持著 是有一個的升幅 那但是究竟之後有沒有呢 那也都可以跟大家講 那可以再看下一個圖 就細分回 在去年 2019年呢 就講的呢 有487間這個 就是海外 和中國的公司呢 在香港呢 就拓展新業務 那這個圖呢 可能講久一點 或者講仔細一點 那過去呢 就是2019年 新的項目 所謂的 那有487間 那大家會見到呢 中國就是毫無懸念了 最多新的業務來源地 就是來自中國 那你見到呢 是佔了120間的 487間裡面佔120 那其他包括什麼呢 原來美國呢 是不少的 美國呢是佔了71間 那去年就是 講的487間裡面 有71間是美國的 那有43間呢 是來自英國的 那日本呢 有27間 法國呢 是有25間 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中國 只是佔了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至於中國以外的地方 就是佔了其餘的四分之三 就是說有來自全球 啊 除了中國以外的地方 其實選擇來香港呢 是開新公司 或者是有些新的project的 那當然啦 也都要跟大家說 就是說香港其實 其實在截到去2009年為止呢 其實只是沒有公司 在海外 那就是香港成立公司的呢 其實有成9040間那麼多 就是超過成9000間的 那裡面呢 在講的是有超過1500間 是選擇香港呢 是作為一個區域的總部的 就是告訴大家 整個亞太區的總部 就是擺在香港 就是1500間 那當然啦 這個圖呢 繼續告訴大家 就是有487間裡面 其實包括什麼呢 有106間是創新科技來的 那至於其他呢 包括運輸及工業啊 旅遊等等啊 那金融科技也都有的 那這個就告訴大家 400多間公司裡面呢 來香港開新業務的呢 其實最主要都是創新和科技 那但是呢 也都告訴大家 海外公司來香港設這個總部呢 是非常之多的 那但是 當這個美國 認為香港那個獨立的關稅區啊 或者特殊地位不再有的時候呢 究竟會不會影響了這些外國公司 來香港 或者甚至乎選擇在香港 作為它亞太區區域總部的決策呢 一定要想的 其實大家要想就是 當地緣政治風險那麼高了 美國有出現一個制裁的時候 究竟在香港成立一個區域的總部 還是什麼好的選擇呢 這件事情是我自己是有保留的 那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當美國是出現了一個淨網行動的時候 就是clean network的時候呢 就說它是要跟中國的公司切割 好了 那第二步就告訴你 哦 香港就是中國沿海城市 就是香港都是中國了 那麼 在這個情況下呢 究竟一些創新啊 科技啊 互聯網的公司 還會不會選擇在 中國的 豁湖 香港去成立一個公司 或者成立一個亞太區的總部 而是有機會失去美國的市場 或者美國是不讓它做生意的呢 那麼這個也是第二個 是會影響到 有沒有公司來香港去設立總部 或者投資的 那麼至於第三個 當然也都有講過很多次的了 就是當你看到這個特區主要的官員 都被納入做這個SDN裡面 就是這個叫做美國制裁的黑名單裡面的時候 也都會在想 究竟香港那個金融體系 是不是安全呢 或者他們往來的銀行 會不會因為 就是為了這個 11個人 11個黑名單裡面 提供一個significant 就是所謂的 重大交易的時候 是面對次級制裁 而是運用不了美元的呢 那麼這堆這樣的 就是所謂的考慮呢 其實對於一家外資公司 決定在不在香港去成立一個總部 或者開設一個新業務的時候 都會是很慎重的考慮的 包括什麼 剛才講了幾個 就告訴大家 就是這個 沒有這個科網 就是淨網行動 特區的行政長官等等的官員 被這個制裁 金融會不會有機會 因為向他們提供服務 而面對一個次級制裁 也都沒有這個關稅的特別區了 可能你生產一些新的科技 或者新的產品之後 其實你去美國是沒有一個特別的優惠 那麼所有這一種呢 才是整個所謂的 Made in Hong Kong 沒有了 其實被人撕了這個牌 那個真真正正的影響 而不是單純的區區幾十億 所涉及的關稅 所涉及的關稅 其實對於整個特區政府的GDP來講 其實影響不是真的很大 那反而是他那個品牌 或者被人撕了那個柴 那樣東西才是影響最大 或者最深遠 我不知道Victor 聽完之後 會不會都替整個 那個香港的環境 就是香港的目前的情況 有些感到傷感 你以前說Made in Hong Kong 絕對不只是說什麼李錦記 維他奶 這些香港品牌 而是說整個香港的營商環境 撕了柴 你不再是一個特別的地方了 你只不過是中國沿海的一粒米 一個城市 我不知道你聽完之後 會不會都是一些悲從中來 覺得香港搞成這樣那種 那種 其實覺得整個連鎖反應 比我預期之中更加大 原來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之後 只是第一步 接著下來 不只是帳面上的衝擊 最重要的是整個品牌這件事 已經開始消失了 這個簡直是 告訴你們 一國兩制之下 原來沒有分開的時候 那件事開始逐步逐步浮現了 而且還有外資的效應 之後我們經常說我們是國際城市 現在連帶其他國際城市 國際的之間怎樣看我們 全部都逐步逐步了 真的有些開始緊張了 大家都開始緊張了 其實是 因為這件事 都補充多一句 因為去年 四百多間公司來香港成立 其實是整個六千個職位 就業職位 以後究竟會不會再有這麼多 還是一定要靠我們偉大的祖國 在120間不夠 我們487間全部都是來自中國的 都可以 當然 這個大家自己去決定 究竟你還是一個國際城市 還是一個中國最發達的城市 有兩件事來的 不只是說李錦記 不只是說維他奶 這些香港製造的品牌這麼簡單 當然了 悲從中來 其實對我們來說 沒什麼辦法了 似乎 是啊 唯有真是 見招拆招 來到就吃 我們就 努力點儲錢 努力點做事 這樣 好 我們今天多謝祖宗 跟我們分析 我們下次再見 住家財經 拜拜 拜拜 我是CasLab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從事房地產買賣和建屋 我的專長是根據不同客人的需要 為他們度身訂造 最適合他們的地產投資組合 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這麼喜歡溫哥華的話 而你又有需要 可以打給我的 匆匆人生高低起跌 應該妥善打算 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 由福地 私家花園 雲石寧及殯儀服務 我會揭成協助你每一個步驟 提供悉心的服務 助你圓滿人生路